中共国,我们都知道说,这个经历了三年啊,经历了三年,这个疫情,疫情,他说,呃,大家都知道疫情他们要做什么,他们要杀掉老人,对不对,然后杀掉残疾人,对不对,减轻国家负担,那他干了这一把以后,他还不甘心,他要让活下来的人工作时间更长。 也就是说,你要为这个奴隶主要付出更多的时间和生命,然后该死的就去死吧,然后该干活的,算更长的时间,这才是他们提出来这一项这个话题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考量,而且他们现在已经实实在在的说,大家可以非常期待的看到 2023年中共国,我相信一定会开始慢慢推出所谓的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,而实际上这个提高退休年龄的政策,他们已经悄悄摸摸的在,呃,我看一下,是,就是他自己 说的,是在江苏省,江苏省,和山东省,梁省,已经在公务员当中,开始慢慢的,偷偷摸摸的,开始试点推行了, 那也就是说,他现在,不但是嫌弃你们这些草民,他的公务员队伍,大家都知道,公务员吃黄粮的,这一些人的这个退休工资更高, 是不是,以前这个我们都考公务员嘛,是不是,那这些人更高,那要更让你在这个退休上,要干得更长一点,而把这个东西推到更远一点,那么到底谁可以干得更,那当然有时候当官呢,是可以干得更长一点,对吧,他们本来就想干得更长一点,不想退休, 在这样的变更概念的这种偷偷的这种浑水摸鱼的这种行为当中,很快中国人将死,死的死,要么没死的就跟我继续干